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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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級沒半個狼人上進 陳琳九和邱風澤 發了兩個精髓 擾亂所有人 正當多數人認為 風澤是預言家 是正預言家 林九眼見極不可視 做身分給風澤擋到 沒想到風澤立馬退水 讓林九去送頭 我剛剛發言 沒有太多的資訊的原因是因為 的確我在二號位 而且我真的懵逼了 原因是因為 十號跟十一號 跳的預言家 兩邊沒有負財 然後又彼此給了 另外幾個人精髓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的問號打的點就是 預言家並沒有起身 所以我覺得 預言家應該還是活著 也有可能四號是預言家走的 因為他剛剛走的感覺 應該是有神職的感覺 而且十二號 你剛剛狼漾已經爆掉了 原因是因為 你剛剛要帶人的時候 你把預言家討論進去幹嘛 十二啊 十二號 他說十二號 那預言家 十二不用管啊 你還記得剛剛十二號 要帶人走的時候 他講的那句話嗎 他討論十二號幹嘛 他討論 討論預言家幹嘛 十二退水 因為十二是正義以前的白癡啊 十二 看不出來嘛 不啦 然後 九號 謝謝你 我覺得你是有身分的人 要不然你不會一直保我 然後有人裁你那個人 有人裁...裁... 有人裁你 我就會懷疑他了 然後十一號應該是好人 三號是好人 五號在幫好人做事 你們剛剛懷疑我無所謂 但六七 我必須要討論的原因就是 你剛剛小彩的四九五七 但你又不定的是五一二 那你剛剛小彩的那個四九五七 怎麼變的呢 你又變的是 你對於五號跟一號跟二號不一定 然後七號你保了我 這麼多人裁我 但是你保我 應該是個好人 但你剛剛小彩的五六 但你後來你補充了說 你又想要去聽什麼九跟幾號 我忘記了 你的五六呢 你剛剛一開始懷疑的五六 不見了 那二號 你剛剛有在說也沒在懂 就是你一直打哈哈耶 就這樣 我挺九號 但你跟著八號才九號 我覺得狼坑應該就是二六七 十二 十二已經走了嘛 拜拜 二六七 原因是因為你們剛剛小彩 跟後來你們排的狼坑完全是 一...A 三...B 一...A 怎麼玩 那怎麼玩進來 一...沒有B啊 一...沒有B啊 七十二A 就是你們剛剛彩的那些人 後來你們懷疑的狼坑 並沒有都在裡面 這是我覺得你們應該是要小彩的人 應該是更著重在你們剛剛彩的人 反而到後來你們排的狼坑 卻不是跟你剛剛小彩的那樣 那狼王走了嘛 所以不用擔心 嗯... 你歸 過 二六七十二啊 其實我覺得主任 就是 六七能做成兩匹狼嗎 所以我覺得主任 說二六七十二 六七 他們前面就一直互打 一直互打 所以我覺得六七做成兩匹狼吧 那...那十二號 沒有人在跳雷人 那是真的一人走 那我現在只能盤 十二跟四 至少一個狼人走吧 如果現在是狼在場的話 我們真的是好難贏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主任這輪的發言 不太好的原因 是因為他說六七是兩狼 我覺得他們不能是兩 只出現一狼 然後他剛剛說九號 有身份 不是說主任好像在早神啊 我剛剛這樣子聽發言的話 但是沒關係 因為在我視角 我覺得九跟六都不太好 那主任也點了六九 那我就覺得 既然我們有共同一個狼坑 那我覺得可以歸票六 因為六 他前面主 他有聊一二 他說你們兩個是共鞭的 然後這裡的第二輪 他發現他說四五七九 怎麼變成四五七九 那一二 在你的視角就消失了嗎 六號玩家 所以然後九號玩家 不好的點是在於 像八號玩家所說的 他全程都棄票 而且他對二有這麼大的一個攻擊性 我覺得二號 不是一個焦點的牌啊 還在目前的位置 那為什麼一直在聊這個二號玩家 所以我是覺得 反正我 那個時候心裡面的歸票是六跟九 那主任我不確定是好人或狼人的情況下 他也點到六 那我覺得這輪我可以出六 所以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希望沒有歸錯吧 好 那我就先歸了 嗯 六號玩家 歸六 請講歸六 七十二三 七十四 五三 三 二 一 七十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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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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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好我剛剛點的是說 四九五七 我覺得是四個狼 然後我說不然就是四九一七 就是我這邊已經寫好了 因為一剛還沒發音 他只發一次 然後就是很快過去 所以我不確定 所以不是五就是一啊 那反正 我覺得四九七應該就是鐵狼吧 等一下就從裡面出 八我覺得就是好 為什麼沒聊三 因為我覺得三偏好啊 所以沒聊三 會不會潑什麼水 因為我就覺得你是好人 那二也是滿奇怪的 我不知道耶 反正五一二 是我不確定的那個狼 這三個 但我覺得四九七 確定是三隻狼 或我是平民 他 那三個 一些我們 大眾 就是 我 在那裏 把我 這幾個 一有 一出 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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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巫七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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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了要傳言的對象 女巫七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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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她真的太奇怪 除非妳這一輪 你跳個什麼身分 或是妳跟我講原因 因為如果妳一直用說 我表現得跟以前不太一樣 我覺得還是不成立 然後剛剛跟我一起投的有 二 六 八 都投九 八號一直是 我是覺得他偏好 我覺得我跟八號都是好人 那三號 三號的發言我也覺得偏好 那我現在狼坤只剩下五號跟七號囉 應該還是有 應該不會只剩一狼吧 再兩狼吧 五號跟七號啊 好像都一直都沒有去想說五號 一直都忘了五號這邊 剛剛也好像沒有盤到他 我會想聽聽看五號跟七號 因為只剩沒有什麼位子了嘛 因為十一確定好人 三也不太確定 可是我覺得三的發言也都偏好 那我覺得八一直跟我一樣啊 九號 九號 九號這一輪我想聽你怎麼講 反正五 七 九 我覺得應該狼坑就在這裡面了 一號被狼帶走了 所以他是確定好人嘛 然後他剛踩了二六七十二 那因為他的裸點都蠻準的 二號剛踩了 五七九 那有重複的就是 七嘛 所以等一下就重點聽七怎麼說 雖然五號被二號懷疑 可是我覺得五號蠻偏好的耶 還是我又看錯了 聽五七九怎麼說 過 現在懷疑我的人真的超級無敵怪 二號 因為剛剛主任是二六七九 除非他坑點對 不然懷疑我們要殺他 二號 二號不好耶 然後 我跟你講喔 因為九號是唯一 踩你最重的人 但你最後說五七坑 你沒有把九放進坑 你說九 九號也是坑吧 我再聽一下發言 你把九號放在最後才入坑 五七頭 那七那麼多人踩 腦七的確是重點發言 因為主任跟你一樣去踩這個七號 那我等一下就聽七號怎麼發言 那九號還是我觀察的位子 雖然一號有去保九號 但是我很納悶的一點是 雖然他真的是精髓 因為如果假設建立在十號是預言家 那十號就是精髓 那我就好就算了 那因為四號走的感覺是有神職 好 我先不放十一啦 因為我覺得十一號 錦灰還留那麼久怪 但如果十號是預言家 那十一號就是對的 好 那我就不換十一 那二 九 七 就這三個坑位 除非八號真的太會演 從我第一次亂查 那就是二 七 九去投 就重點這三個 因為十一號保三 因為三號錦上發言真的偏好 我會投二號 因為二號這一輪的發言 他那個九放車的位子太怪了 就二 九 我會投二 我覺得二五兩隻狼 那十二號一定是狼王 我剛剛為什麼會覺得 十二號是獵人獅 因為如果他是狼王 他沒有必要演這一套啊 他沒有必要說 獵人家先不管 他如果是狼王 他直接帶獵人家走就好 所以他是 但是 那除非就是他在演獵人 那如果真的就是獵人還在 十二號是狼王 我覺得二跟五 在我這邊完全不錯 我這邊的狼跟是九 等一下 手手 十二啦 十二十二十二 十二跟二跟五 因為我覺得 對啊 我覺得二跟五 我就是兩匹狼在互咬啊 但九在我這邊的邏輯 我覺得他一直在長 有點怪 反正我一樣 我會嫌票二啦 我會跟你一樣 我會嫌票二 但我覺得你這班是狼 因為他前面 他記得他前面 他是抱一個茶沙說八的耶 後面完全沒有在聊他了 過 七號在發言 就是鐵狼發言啊 欸 偷七了吧 十二號一定是獵人 結果剛 一號講出那個邏輯 好吧 但他現在死了 所以證實一號是好人 沒錯 那他剛剛踩了二六七十二 我覺得 我的狼坑就是七九吧 四號我實在不知道他的身份 我最一開始的狼坑是 四六七九 可是因為四號的遺言 我實在不知道他說什麼 然後六號 剛剛又是被 比較多人衝票出去了 所以六號現在身份 我也不太確定 我現在最確定的就是 我覺得 然後九號 因為你 我踩你的原因 是我剛剛說過的 就是 如果你這一局 還是沒有講出一個水籃 而且你 七號你剛剛去踩二五 我覺得五號應該是好人啦 那你去踩二五 二號我有點不確定耶 因為他最前面 他的邏輯都跟我差不多 因為他是 他是跟我一樣覺得九號很奇怪嗎 所以 警長 我跟你講這一局我要投七 七號是定狼是沒有問題的 那剩下的二九我們再去判吧 過 我必須回應一下就是 我剛剛為什麼會懷疑他 懷疑八號這個行為 是因為他那個點頭 會讓我覺得他很像狼 但後來呢 我發言完之後 我聽了他的言論 我覺得 那可能是我誤會他了 對 所以呢 我為什麼一直仲裁二號 是因為我覺得 我相信我的直覺 我覺得他是一個狼 而且如果我真的是一個狼 我不會這麼大動作的去 一開始就去指認說 誰是狼誰是狼 因為這樣子太容易會被懷疑了 而且 要想一下就是 這一局就是大家都是 都是高玩局 沒有必要這麼快把自己衝出去 然後把自己就是 用成一個好像是一個焦點這樣 我覺得這樣子其實打法的話 太冒險了 對 那剛剛五號跟七號 也全部都講說 也跟著覺得二號怪 所以那就證明了 我一開始覺得二號怪 那就是 那就是對啊 所以我這局我會投二號 然後我剛剛沒有投二號 我投了是六號 因為我也覺得六號也有財 我也覺得他的身份 應該是蠻 就是應該就是狼 所以我投了六號這樣子 那這局的話我會投二號 我是一個好人 真的 請 相信我 我是好人 真的 那我剛剛真的 懷疑錯了 真的是 不好意思 對 對 我剛剛真的懷疑錯了 真的是 我剛剛真的懷疑錯了 不好意思 對 真的 真的是不好意思 因為你剛剛那個點頭 然後後來你又說 說原來 因為獵人必須要戴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那你說的是蠻對的 對 原來還有這一招好 沒關係 反正我這局我會投個二這樣子 好 過 好啦 那就相信你的女人的直覺吧 對吧 那 主任死了 那他是好人嗎 總共要知道嗎 這個時候還知道 會不會太冒險 不太可能吧 那就真的是二六七十二嗎 欸 沒有 他剛剛說十二 沒有啦 十二是獵人對吧 十二還是狼王 如果有這個人 你們可以快點出來嗎 不知道這個沒空的話 我要吞回去了 我剛才 我今天 可以出二啦 因為我覺得五號玩家 說得對就是說 二 前面對九的敵意那麼大 但現在 為什麼要著重聽武器的發言 就是 如果九號玩家把你打得那麼死 二號玩家是應該 把九號定鐵狼的 所以我覺得二號玩家的視角 就是 這一輪真的是聊得不太好 那 剩下的狼 可是出去二 二出來沒結束嘛 所以還有一隻狼 我還在想還不太確定是誰 是七個 七或九嗎 因為三 三是我目前第一輪覺得 他在錦上沒有做什麼壞事 好像就是日常發言 所以我覺得三拼好 然後五的視角跟我偏向 所以我覺得 他還覺得二是狼 然後我唯一覺得七 七項好人的點是因為 他前面說我是好人 然後說三是狼 就是我覺得如果他是狼的話 他應該不會 聊出這樣的邏輯吧 而且前面 十號玩家 遇人家他是說 七八他先保了 所以我是聽他的嘛 他七八我就不動嘛 所以就是二九 但是主任說 九是好人 那這一輪的話 出的話我就先出二嘛 因為二也是進主任的欄坑嘛 我不像這樣子 你們自由投票 我自己投二 你們要投誰投誰 你們不要投我就好 還有誰在質疑我 我是精髓 哈囉五號玩家 你是Bayboy 我喊了 好嗎 我自由投票 過 七四 七四 三 二 一 七四 二 二在哪裡 你在那邊 二 頭在 七四 七 七四 好吧 好吧 我只能說警長啊 警長你又歸錯了 我是一個平民 我現在能拍身分 但是我覺得 你們剛剛一直踩我 五號 十一號你也有講 你們一直踩我說什麼 我沒有把九排進欄坑 我從第二輪發言 我說九進我欄坑 剛剛最後一輪發言 我說五七九 九是我本來就進我欄坑的 因為他從頭踩我到底 而且他這一輪發言 竟然又說什麼 他的直覺所以踩我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鐵狼 非常不做好啊 然後七號也 七跟五 也是很奇怪 所以你們票走了我 那就還是 有兩郎在場了喔 怎麼會出到我的輪刺 好吧 我真的是平民 burnt Players 她一定會出彼 快點 呵 amer… 你們要 cheat 這本身是… 沒貼ら不去阿倫 Frankly… 笑 10 我真的沒有… 沒貼ら不去日本 我真的有子 老闆啊 西姬 绿巫 谢谢你 你要受救救药 你要懂谁的 女巫的七姿第一 预言加大七姿真正 选择者要谈一个对象 预言加大七姿第一 天亮要是真正的 偶尔环 九号 被杀 十净的选择头看 先上天选择哪里发言 我 去吧 九号是好人耶 天啊 九号不好意思 九号是好人 所以他一直采二 他直觉是对的吧 二号是狼 应该还剩一狼吧 还剩一狼 的话 哇 我会怀疑七耶 对 五号 对啊 因为五号都逻辑跟我一样 八号怎么不知道 也一直都偏好啊 十一号就是金水啊 我是确确实知道好人 七所的栏根 这就是最后一跳了 我直接跳身份我是猎人 所以刚刚怀疑十二号 是猎人的人 全部都超乖 我才是真的猎人 因为我刚刚在算 神职到底还有剩几个 因为十号是约人家 四号上神 那女巫一直没开读 我是猎人 然后七八都有怀疑的点 八号的点是 如果他那么信十二号 是猎人的话 那十二号刚刚在带人的时候 那他为什么叫他 因为这么前面 怎么会叫猎人直接带人走呢 然后八号又活到现在 我会觉得很奇怪 七八我都猜 我是猎人 你不要再怀疑我了 把你那个五号牌给我们拿下来 我是猎人 如果七八谁发言不好我就票 因为我觉得八号怪的点是 他从头到尾 都信十二号是猎人 因为我不敢跳的原因是 我觉得有人在找神 因为一号说九号有身份 那他们去刀酒 我觉得合理 因为我一直在想说 我要很懵懂无知的视角 然后我一直想说 好 我就先说十二号是好人 那我就把猎人的身份隐藏起来 那八号完八号 你为什么敢叫他带人走呢 我觉得我会着重想听八号的发言 如果你们要讲出的东西 我会票你 我心要怪的点是 因为一只十二号是狼王的状况下 他的狼队友一定会去冲十二号这个票 那刚刚有投十二号票 活着的就剩七号了 因为八号第一轮是投给四号的 那只有这一点 我会觉得他比较像好的是 如果他是一只狼 他会去冲十二号的票 那活在场上 剩头十二号狼王票的 是剩七号这张牌 所以七跟八都有让我怀的点 所以我就想听七八 因为轮字就是最后一个 七八一只狼 如果女巫你还活着 你可以跳吗 因为他如果不是骑士就是女巫 因为就这两个神没有出来 那如果九号是女巫的话 为什么不去读二号 就是很多都我很纳闷的点 我是猎人 全场唯一的猎人 刚信十二号铁猎人的 都有鬼 过 好了 阿拉松 阿拉松 我知道了 不好意思 小来我真的是误会你误会惨的 我前面完全没有把八号 排在我的狼坑里面 因为我从头到尾 我觉得他跟我的状态是一样的 我不会是狼 为什么 我是狼的话 我还怀疑十二号 是不是猎人干嘛 他如果是狼王 他直接就直接 我不是狼王 我死了我直接说对我是狼王 我开箱 我干嘛在那边演这一套 所以他是狼王 我对我来说 他是猎人的机会很大 所以是最后是主任点一个桌 他绝对是狼王 那我就觉得一定他是狼王的嘛 所以你讲猎人 我百分之百相信你 那他就是狼王 那八号在我这边 他就是一只狼人 不用怀疑了 我觉得我这把真的是玩超乱 我真的要被骂死了 我前面在那边乱归乱归 归个乱七八糟的 真的是 八号啦 八号你真的太累了 休息了啦 真的啦 我前面我还信你信成这样 我现在看起来我超笨的耶 我真的是 八号啦 我们头八号的游戏就结束了 我 我再排一下好了 十二 八 二 六 我前面我就跟他咬到底了 我如果是狼王 我怀疑你二跟五干嘛 没有必要怀疑你啊 对吧 八号从来到尾 我看我还在那边 看我太故意在那边演这样 就是一只狼啦 真的是 不好意思 我这场真的玩太烂了 sorry 怎么样 想不想休息了 你们五七是双狼吗 如果是的话 那我们不管怎么玩都输耶 但是七号你就是狼啊 你现在又咬到我身上 刚刚上一轮你踩二跟五耶 然后你这一轮一开始想要偷五 他一跳猎人 你马上又跟风 然后踩我这个八 七号的发言每一把都是 都是狼氏发言啊 那如果你们 我不知道 女巫是不是真的是四号走啦 我真的不知道耶 因为女巫没有出来 我才不敢跳啊 那我 活 Opt 很难选耶 很難選 二號 主持人不能選 主持人不能選 二號剛剛討論 有什麼他出財的地方嗎 我覺得小賴跟紀福信都不錯 紀福小賴 小賴,對 剛剛不是你剛剛講的一個東西 為什麼你還在場上 大家都把十二號拱出去 你為什麼還在 你說的是宇宸 我覺得因為你有 你有寄那個票 對 都有寄票 紀福信也不錯 很難選 好,準備 三、二、一 小賴是關鍵 你把那個... 好難啊 非常難 把那個翻來了 你把那個東西 還把他一起拿出來 你把他都這樣拿出來 你一起 這樣 好,小賴,對 好,想要看我們三塊討論 可以訂閱我們的官方YouTube 然後我剛晚也會下去討論 跟你們一起分享他們的玩法 好,賴賴賴,我們下次再見 這一期順 好 最後要講